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是以吸引顾客,鼓励顾客互动,并留住顾客为目的。创造、发布和传播如文章、视频和播客等内容的行为。内容营销应该以实用信息或娱乐的形式,给你的受众带来真正的价值。内容营销需要源源不断的主题。 卖家可以参考一下有关内容营销的五个创意。 一、拉丁裔文化月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在内的很多人都这样说过,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得益于社会和经济双重意义上既能和文化的融合。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得益于移民的贡献。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表示,人们对这些移民的文化和经济贡献的感激,甚至是庆祝,导致了诸如拉美裔文化月纪念活动的诞生。 这个文化月将从9月1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5日。 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创作文章或者视频,来认同那些祖先来自西班牙、加勒比海、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美国人所做的贡献。 举个例子,家居装饰零售商可能会写一篇关于Avella Akers的文章。 贝克尔苏生于西班牙,在古巴长大,现居住在西班牙。 从1972年至1995年的23年间,贝克尔塞宾西法尼亚州费城的坦古尔大学斯特拉埃尔金斯开了艺术学院,担任名誉教授。 它创制了具有几何形状的编织挂毯,启发了家居装饰师,并影响了许多家居装饰设计。 就金山最大的广播公司KQED,在2007年采访了Avella Akers。 那段采访视频,现在仍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并且是很多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拉美一群体对于零售商来说,也是个重要的机会。 2017年福布斯的一天文章指出,几乎25%的美国千禧一代都是拉美一美国人。 这些人与其他非拉美一千禧一代在态度和行为上有着相似之处,同时也与拉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对于营销人员来说,当这些文化差异发挥作用时,便创造了独特的营销机会。 二、国家咖啡日,据美国咨询公司盖洛普Galek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每天至少喝一杯咖啡。 这让咖啡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也让它成为了9月份内容营销的一个很好的话题。 不妨写一篇《关于国家咖啡日》的文章,毕竟咖啡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 记住,内容营销应该是有用的,信息丰富的,或者具有娱乐性。 因此,如果你决定在国家咖啡日前后撰写文案或者制作视频, 要确保潜在顾客能够获得真正的价值,选择对你的顾客有意义的主题。 比如,像威廉姆斯·索诺玛、Williams·索诺玛或者Cella Table这样的储具供应商, 就可以撰写关于咖啡历史的文章,解释宫廷贸易,甚至提供有关精美咖啡杯的制作技巧。 而其他企业可能需要更多创意,比如,一家在网上销售工作服的公司, 像休闲服饰品牌Towerheart或Burned服饰和Walgreen靴子这样的产品, 可以对咖啡保温瓶做出公正的评价,从而评判出哪种咖啡保温瓶的保温效果最好。 或者,考虑到许多受欢迎的餐馆都在全国咖啡日提供免费咖啡, 也可以发表关于哪种免费咖啡最美味的评价。 简言之,找到可以与你的业务联系起来的方法。 三,国际海盗语言日,9月19日,互联网可能迫切需要一本关于如何像海盗一样说话的入门书。 在今年9月,你的公司可以弥补这一空白,海盗日最初是在1995年被构思出来的。 但在2002年,Miami先去报Miami Herald,幽默专栏作家A Barry,写道《海盗日之后》,这个话题突然就火了。 Barry写道,有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人会提出一个非常新颖和革命性的概念, 以至于你的第一反应是,这些人可能应该吃药了。 今天,我将向你们讲述,两个这样的人,张波尔和Mark Summers,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国际海盗语言日。 波尔和Summers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想法,和往常一样,他们在打壁球时,开始像加勒比海盗那样交谈。 然后他们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创立一个日子,让每个人在当天都像加勒比海盗那样说话呢? 他们决定,将Summers前期生日那天,9月19日,设为加勒比海盗语言日。 Barry接着列举了一些学习海盗说话的例子,最后得出结论,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像海盗一样说话,会让你的日常谈话充满浪漫和危险气息。 然而,大约过了16年,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像海盗一样说话。 波尔和Summers在2006年一段带有性别歧视的视频中,试图帮助大家快速学习海盗语言的技巧。 今年9月,试着创建学习海盗语的权威指南。 4.创建时间轴时间轴,可以帮助潜在客户了解事件,或里程碑是如何按时间顺序关联的。 你可以使用时间轴来描述产品的开发,行业的扩展,或者消费者偏好的变化。 事实上,时间轴可以提供一个共享有用信息或者娱乐内容的结构。 举个例子,如果你拥有一家服装店,你可以从数字出版商Smoop这样的公司得到灵感。 该公司发布了一份全面的美国时尚史,K-3 of American Fashion的时间轴。